《新疆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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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息指酒店職員於下午大約12時 發現一名老翁倒臥房間內昏迷不醒 報警後警員及救護員到場證實死亡 死因有待驗屍確認 案件列作屍體發現案 據悉死者身份為藝人曾剛 他於本週一獨自從新加坡回香港 入住九龍酒店檢疫7日 昨天經快速抗原測試沒有中招 昨晚也曾和女兒通電 曾剛原名曾冠一 現年87歲 從事演藝工作超過60年 曾扮演多個經典的角色 最令觀眾難以忘懷的 莫過於距於掩發廣告中的演出 當中這句對白 逐漸變黑又得 立即變黑亦得 得了更成為經典